《劇場會客室》 歡迎繼續收看《劇場會客室》 我們繼續跟今天的嘉賓盧偉寧博士聊天 偉寧 剛才你說了很多關於你做學術上的研究 在戲劇上的演員 我知道你在香港的舞台 還有幾個角色扮演過 你有編、有導、有演 你不如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在這幾方面的工作 還有什麼心得、經驗、體會 我讀完書回來 最初那一年 排演編者很多舞台劇 甚至舞蹈劇場都有 當時城市當代舞蹈團 有一個《九龍城狂人某日記》 我是寫過文本的 我後來因緣際會和一些香港的舞蹈家合作過 寫了一些詩給他們 我最初那兩年就參與多一些 但後來入了大學教書 就沒有辦法了 就少了一些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都 譬如說 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都挺特別的 其中一個就是幫香港影視劇團 當時盧敦、敦叔二過身 和朱克叔 找我幫香港影視劇團 就排了幾個戲 其中一個就是夏遣的《上海屋傘下》 因為那個戲就沒有正式在香港公演過 這個是一個抗戰的名劇 夏遣是在1937年寫完這個戲 寫完沒多久已經在排了 就抗戰爆發了 所以沒有正式公演 但是抗戰期間 就在重慶和很多地方公演過 就成為一個抗戰時代的名劇 故事其實都是和時代有些關係 就是一個在監獄出來的人 什麼監獄呢 政治犯來的 就是國民黨把他抓了 但是國共合作了 西安事變之後 所以就放出來 找回自己的老婆 但是就發覺他和自己的好朋友同居了 就是一些這樣的時代的因素 在香港 我記得是1995年 就是第一次排這個戲 我就找了老師傅 老德義師傅 就合作做報警 我就給了一些想法給他 他又將它藝術化 所以都不需要有報警設計師 老師傅就做了那個設計師 我有些意念 那那個警察搭了出來 突然一開幕的人都覺得是真實到真的一樣 甚至連那些橫樑也有複鼠倒鑽 老師傅立即現場畫 那那個感覺是很實在的 因為夏遜他們那個年代 追求是一種很寫實的風格 那排過這個戲 當時是找鄧瑞文做主角 還有陳哲文 江濤 黃文衛 謝月美 跟著又再幫他排了《曹喻日出》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製作 在大的劇院 當時我嘗試去建立 就是怎樣將上海那種醉生夢死的情況去呈現 在排練的過程 整班人一個團隊都很 怎樣說呢 因為他們都是影視界的人 變成了對那種生活有某種的感受 了解到 所以呈現出來 亦都多了少少反映到那種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亦都跟我大專時期 我和一班朋友創立了一個叫做第四線劇社 鄧樹榮 陳哲文 鄭兆廷 很多今天仍然活躍在戲劇圈 或者藝術圈的朋友 當時一起去演戲 我在大專時代很喜歡布萊希特 所以他們找我排了一個沙膽大樑 就是布萊希特的沙膽大樑 當時我就考慮到 因為沙膽大樑那個戲裡面有個戰爭背景 但當時其實沒有什麼戰爭 反而香港那個時代壓力很大 我就想在結構上面 就把戰爭的部分代入了另外一些東西 於是排了一個我叫做沙膽大樑 對沙膽大樑的戲 我覺得是我有種對現代劇場的一種詮釋 以及一種理解 整個方式我是用一種形象劇場的方式 即是說戲中有戲 戲劇的處境是我用一種方式框構出來的 意思就是說一個業餘劇團面臨崩潰了 要解散了 但是他們在解散之前 怎麼都好 希望排回一台戲 就叫做沙膽大樑 但是 就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一個合適的主角 做這個角色沙膽大樑 最後就找到一個 就是金牌鑽石推銷員 美姐 就做沙膽大樑 但是他的子女就很多問題 給他很多煩惱 但是又要排一個戲 於是整個戲 就是在沙膽大樑的排演這種情況下呈現 所以那些服裝就不是一開始就穿了服裝 有時又會讀一下對白 然後偶爾又會試一下衣服 偶爾又會怎樣 所以整個戲是一種我們叫做 形象劇場的形式 是將那個排練過程 叫做呈現出來 但是又呈現沙膽大樑那個劇作的推進 然後中間戰爭的那些場面 我就用一種 美姐和她幾個女兒的關係去處理了出來 我覺得這個在形式上面 是一個很前衛的作品 很有探索性的 而這種探索就是 我相信是走前了香港很多年了 當時不是那麼多人可以明白 但是因為我都用了一種私化的方式處理 所以他們都會接受那個演出 但是他們沒有看到那個演出背後做那個美學的探索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要講給我聽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演出 例如我剛剛回來和一群很好的藝術家朋友 一起在藝術會做了一個叫做愛知騷 就是用愛知病做素材 我和一個醫生朋友兩個人做的 他是一個病理學家 我是研究戲劇的 他是研究病理學的 一齊去做 他就做一個有愛知病的人 我做一個三流演員 就嘗試去做義工 就是叫做聊天義工 那整個過程呢 我就嘗試找愛知病的這種因素 是人的身體會越來越弱的 於是怎樣在一種越來越弱的狀態裏面 建立一個戲劇性 戲劇結構和愛知病的那個病理結構的發展 是一樣的 這個是我創作的那個目標 結果我就用我的方式去處理了出來 最難忘的就是 整班朋友包括設計的黃志強 音樂的黃志強 整個報警製作的團隊 都很專業 舞台監督那些很專業 是一班很好的朋友 他演出 雖然只是演出了幾次 但是那個演出的過程的那種感受 很深刻很深刻 有很多朋友 今天已經成為影響力很大的人 譬如幫忙做宣傳和長刊 做一些支援工作的掃黑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華語地區的 心性的工作者 張輝當年的監製 現在是在大中華地區 做很多文化活動的策劃 其他人都令到我很難忘 所以這個演出 儘管是一個 在很小的劇場做的幾次的演出 我相信是我此生難忘的一個演出 多謝你和我們分享 我們下次回來再談其他的話題 下次回來再談